今天是九月十八日,星期六 教會第二的讀經是帝茂德人前書的第六章十三至十六節 主題是保禄勸勉帝茂德作為教會的領導人 必須遵守這些份令,不受顛惡,要無可指責 直到主耶穌基督的顯然 所以這也是為教會、為牧者的一個很重要的奮鬥 《勞家福音》第八章十四至十五節 就是耶穌講的一個種子的比喻 種子面對四種的境況 殺在路旁的、石頭上、荊棘的、荊棘的、荊棘的 或者是在好的土壤 頭三種都受不起衝擊 但是在好的土壤,這些種子就好像是天主的說話 才能夠開花結果、結出果實來 今天的讀經為我最深刻的一句說話 就是在福音講這個聖子的比喻 這句說話就是 現在在好對內的就是指天主的說話 保存起來以堅忍來結出果實 所以在這句說話裡 我看到幾個很重要的字眼 就是善良、誠實、保存、堅忍、果實 耶穌在這裏說 比如善良、誠實的人 他們就是能夠將這些天主的說話 就是這些種子要保存 以及以堅忍地結出果實 才能夠領受到天主的救恩 能夠進入到天國的意思 我這裏給這幾個字吸引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那幾個種子 在土地的那種境況 時常大家都會經驗過 在石那裏、路旁 我們聽完天主的說話 就是不能夠入心 很快就經不起誘惑 被世俗的生活衝擊一下 很快就忘記了自己基督徒的身份 很快就跌倒 好,我這裏想起耶穌所說的說話 善良和誠實的人 就是我們一般基督徒 我覺得這個品質都容易達到的 我們大部分人 基督徒都是善良和誠實的 不過到最後 耶穌基督徒要求這份保存 要將天主的說話保存起來 以及以堅忍結出果實 其實保存和堅忍 我覺得這裏可能是為了很多人的考驗 其實當我反省起自己自身的經驗 就是大部分的經驗 都是善良和誠實都可能容易過關的 但是保存和堅忍呢 還有沒有結到果實 這裏就有少少挑戰 想起保存 我想起我們去朝聖的時間 時常 當時是張麥石神父帶我們去朝聖 每次去朝聖的長時間的旅程 去花地馬朝聖好 去聖地朝聖好 我們在朝聖的旅程之中 或者結束的時間 多數心靈都得到很大的舒暢 覺得和天主很近 覺得很多恩典 不過我記得張麥石神父時常都提醒我們 你們去完朝聖 我們很重要將天主的恩典保存起來 當時我們是不經意的 原來事實上是 無論我們去完避靜好 靈修好 朝聖的一段時間 之後一定是覺得 那個過程之後 一定覺得心火很熱 好像聖神充滿自己內心 有一份很大的熱性 不過慢慢慢慢經過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一個月兩個月 這份 這份恩典 所謂朝聖得爲這份恩典 就好像慢慢慢慢消退 所以我才能夠品嘗 張麥石神父說這句說話 我們要保存天主給我們上次 去朝聖這份恩典 原來保存恩典都不容易 所以今天耶穌在福音裡說 總之比喻說 保存也是很重要 天主的說話 要保存也不容易 保存也跟堅忍有關 堅忍就是指向我們對於 要堅持耶穌的說話 堅持我們一種靈修的生活 堅持每天的祈禱的習慣 這裏都是一種堅忍 如果沒有一種堅忍 或者我們遇到困難的堅忍 也很難把天主的恩典保存下來 最後就是看到果實 果效就是 我們自己的超像 我們自己的面貌 是不是真的像天主 如果我們仍然是惡形惡相 仍然是遇到人 很容易猛症 發脾氣 動一些就抵不得別人 承載不了其他人的錯誤 事上判斷 或者是指責 這些可以看到自己的得行 所以這裏都是一種果實 從自己的面貌 可能就能看到 我們有沒有這份果實 所以這份天主給我們 的種子有沒有成效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 這種子的比喻 讓我想起 反省自己 我們看到 我們有幾種品質 我們都很好的 具備善良 聖實 保存堅韻 不是果實 但願 我們求天主 繼續賞賜給我們這份恩典 能夠保存天主 說話這份恩典 以一個善良 聖實的一種心態 用一種每天堅韻的一種態度 去結出 所謂一種愛的果實 所以求主上次 繼續上次這份恩典 給我們有這份勇氣 這份堅韻 這份能力 去見證每一天 天主給我們一份愛的呼喚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這裏 主有各位